-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昨天,何太做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她決定要兩個禮拜內解散所有粉絲群, 是否猜不到她會這樣做呢? 然後有人跟她說叫那些忠實粉絲給錢她, 她說到不給錢的就是黑粉, 她連這樣說話都說得出, 甚至乎她亦有出口去幫那個 而是騙阿婆錢的網紅, 即是說她是剩不下來的, 她跟報紙檔那邊大家對線對質, 網上隔空對質, 對了一會就收皮了, 不出聲了一日, 結果來到昨天, 又再有花生提供給大家, 其實昨天的直播, 我自己覺得是根本上好搞笑的, 你猜不到她是能夠, 就算不出聲, 說少少東西, 都可以這麼多東西可以爆出來, 其實現在她的粉絲, 忠實粉絲對她是非常之不滿的, 我們看回之前的直播內容, 不關事的地方已經剪走了, 其實她這一個這樣的所謂的粉絲群,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是覺得是收割粉絲的, 98元一個月, 是好貴的, 就算我們自己日根頻道, 我們自己都是最便宜15元個月, 就算我們開到最貴的土豪那些, 其實我都是開來玩的, 我打算是沒有人會加入的, 因為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加入的, 我也是15元一個月, 她可以開到98元個月, 那是不是我們都要調整一下, 當然啦, 這個說笑啦, 不會做這些事情啦, 但你看到她現在是很厲害的, 是有人提議她去做這些動作, 她就開始即時去行動, 就是何太好有行動力, 一講到錢, 就好有行動力, 98元一個月, 不過現在只有一條韭菜, 就算是這一位叫人去追群的人, 這一位粉絲, 這位管理員, 我想她自己都應該未入群, 可能是叫做我叫你們入群, 我沒想過自己花錢, 可能就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呢? 其實就有一些影片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我現在開一開, 首先, 有人召喚河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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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叫她, 河馬就已經出來了, 那河馬出來講了什麼呀? 何太太, 你懂不懂怎樣開VIP群? 懂不懂開, 要不要我教你, 開兩個VIP群, 然後解散, 然後解散, 還有所有群, 那那些下分就有... 他看到, 他一開頭, 他說自己沒有時間的, 下次先, 但是其實他今天, 就是即時開了群的, 你不要以為他真的是下次先, 你看他, 他是即時開了出來的, 你看,你看, 專屬會員, 他說我沒有時間, 下次先, 他的下次就是十分鐘之後, 你不要以為他真的沒有時間, 只要講到錢的話, 他就絕對是有時間的, 你看, 一開出來, 九百八十元的糕幣, 就是差不多是一百元左右, 你當他一百元左右, 他不會沒有時間的, 他一定有時間的, 只要講錢, 他的時間是非常之充足的, 你看到, 他是非常之厲害的, 那我們繼續聽完語音, 要不要我教你, 開兩個VIP群, 然後解散, 然後解散, 然後所有群, 那些客憤是不能進來的, 那些客憤要付錢才能進來的, 他們不會付的嘛, 我告訴你, 他說那些客憤要付錢才能進來的, 那如果是付錢才能進來的話, 我自己估計, 你會得到什麼粉絲呢? 你是會得到一些KOL全卡桶, 知不知為什麼呀? 因為大家都會衝進來你那裡去收料的嘛, 那進來的肯定是KOL來的, 那可能什麼易更頻道啊, 就是我們啊, 或者是其他幾個台全部衝進去相應咯, 跟著你, 我不知道你這些付費粉絲群是不能夠踢人, 如果這些付費粉絲群你是不能夠踢人的話, 那你糟糕了, 你糟糕了, 不單是KOL全卡桶, 你還會得到這些黑粉全卡桶, 黑粉呢, 就要付錢進來, 然後就罵啦, 嘗到你一個月, 洗你群, 炸你群, 罵你一個月, 然後罵完之後呢, 就禮首舉報你, 啊,你糟糕了, 我覺得有機會是這樣的 但是這些粉絲群應該是要同平台拆數的 那你就當都是拆一半 98元他可能收到50元 到底最後有多少人願意加入他的群 其實要加入這些群 給錢去加入不會多的 是真的不會多的 除非你說話很有道理 我相信你 你是能夠令到我提升的 那就加入你 或者是我明知你收入沒什麼 那我就支持你 但是他能不能夠做到這些事件 大家覺得如果不是收封不是收料的話 分分鐘KOL都不會進去 哈哈 但是我剛才這麼說 如果是我給了錢加入群的話 你是不能夠踢我的話 那你大件事 那你這個群就會變成罵人的集中地 那如果你是叫做無緣無故 入了群給了錢的你又踢人走 那你又是一個不太好的動作 那你又是一個不太好的動作 那還有個新的消息 那還有個新的消息 那他又在這裡說 這裏是一群 他就說 所有親愛的粉絲寶寶 現在粉絲寶寶 現在就開了端貴的VIP粉絲群 只是想留下這些真粉絲 他說 入群請數碼交費 總之你要交費才能夠做何太粉絲 你不給錢的 你就是黑粉了 跟著他就說 大號 昨晚半夜又被黑粉舉報了7天 那小號呢 又被人封了 即是說他大號小號 現在齊齊加監了 大號小號齊齊加監 他又沒多直播 只能夠留在香港 他現在可能只得回微信能夠播 他說 自己不是管理員 那當然不是管理員 要給錢進去 你自己都不捨得給錢 即是你都是黑粉 你不給錢進去何太 那些群組 就算你是現在這些群組的管理員 你都是黑粉 麻煩你快點給錢 你不給錢你就是黑粉 分分鐘 舉報何太大小號你都有份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棒 唉 有個最新的消息 有個最新的消息 那看看 我問大家 我問大家 我問大家一件事 我現在看到的留言 不是同步的 我問大家一件事 大家現在覺得 何太有幾多個粉絲入了群 我給你們猜 最新消息 我給你們猜 何太現在的群有幾多人 快點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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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有人留言 流得多 我就馬上會發出 幾多個 有人猜猜 有人猜猜 2個 25個 10個 多少個 2個 有人猜中了 有人猜中了 22個 100個 哪有這麼多 我們 我們 我們自己如果不是 這一波 有人不停去送會員 我們都未去到 100個 這麼多 500個 這麼多 我現在開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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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開股 你身為管理員 你都不進入何太的群組 你還不是黑粉 何太現在需要人支持 你這些管理員 你居然不去支持 你肯定是黑粉 不給錢 就是黑粉 只有0個 你這麼多管理員 十幾個管理員 你竟然不加 你這些管理員做什麼 這麼不支持何太 我要強烈譴責你們 大家說是不是 你支持何太的 你趕快加他會員 不要等他得0這麼少 這麼肉酸 你這幫人支持何太 叫你給錢 你又不給 快點進去支持他 不對 做管理員 你又去踢人 我懷疑你是幫何太拉仇恨 你去踢了何太的忠實粉絲 現在何太需要人支持 要98元一個月 一年都是千多元 你為什麼不支持何太 不行 我自己說完 我自己都頂不順 都頂不順了 哈哈哈哈 哎 哎 哈哈哈哈 又又有個最新的消息 又有個最新的消息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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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給你看 是有他最新消息 好搞笑 好搞笑 喂 真真是想不到 他這一個呢 他這一個這樣的粉絲群呢 竟然被人舉報 被人舉報些什麼啊 我說他涉嫌詐騙喔 你看不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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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 是啊 你那幫管理員 平時 啊 斬斬斬 那為什麼 你現在 你不 你不 你不支持何太 入錢啊 充錢啊 你又不充錢 支持何太 一把口 在這裡說解散群 你們的真正目的 是不是想解散了 何太的群組呢 是不是想 何太沒有了業度呢 你們應該帶頭 跟那些粉絲說 我們管理員 新鮮是足 我們就已經 入了何太的群組了 只要你進來的話 我們就能夠 繼續雙見歡 但是你不進啊 你就叫人進啊 就等於是那種 叫你衝 自己縮 那種人啊 喂 如果你連這些管理員 都不給錢進去 去何太的群組的話 那麻煩啦 你知道何太的啦 都不說話的 對不對 你開了你的粉絲群 他又不說話 那幾個粉絲在這裡 可能是KOL全家統的 怎麼 變了這些網行 KOL的見面會啊 是不是 很搞笑咯 我都是78元的課金 更多謝你們送出六個會籍啊 多謝了 更歡迎新的會員 你這班人啊 在背後想刺我們 何太 何太我很支持你的 這些人呢 你要譴責他啊 他叫他解散 我不知道他是否傳你說啦 兩個禮拜內 就會去叫做解散所有群組 他終於等到機會了 但是他就不進你群組 現在還是靈人啊 不過呢 他在自己的大號 叫人去自己的小號 那裡做會員 有人就舉報他了 就說他是涉嫌欺詐 發起舉報 誰知道受理成功了 就是說呢 他那個大號 剛剛被人封了這麼多七天 就是這件事了 就是我們的粉絲做的 不是我們的粉絲 是何太看不過眼的粉絲做的 他也算是自作自受 你現在真是笑死咯 我問大家一件事 通過了舉報 就是這件事 這個粉絲群的事件 通過了舉報 是不是很搞笑 很頂癮 我是笑到爆 還有一路陸續得了 竟然又得了 喂喂喂 好頂癮 第二個又中了 第二個舉報又中了 我先放一幅報料 我先放一幅報料 等我一閘 你現在何太這麼需要的人支持 你作為管理員 你竟然縮紗 我接受不到 我們是何太忠實粉絲 你這樣背視何太還可以 這張舉報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張舉報 剛剛是舉報過大號 是舉報過四群 就說他也是招會員的 你看這次舉報成功的理由是什麼 舉報的理由 就是以上沒有和想舉報的類型 結果受理成功 又舉報通過了 是好搞笑 平台已經對他進行相應的處法 感謝你的監督 竟然是一些這麼虛無緋渺的 舉報理由都能夠通過得到 就是我 我是覺得他現在這些號 基本上你是一舉就中的 就是如果 他的這些帳號 是給了98元 而你是不能夠踢人走的話 會變成香港KOL的一個集中地 然後大家一起去罵你何太 當然我不會罵他 我很支持他的 我剛剛在跟你譴責了你那些管理員 多謝50元的科技 你那些管理員 快點進去 98元不是給不起嗎 你那些人 你們經常說自己很有錢 好盛的 大家造業 那些人 98元 一給一年 一千多元 是什麼錢 對你們來說 支持何太無價 我自己 我自己說完 我也受不了 我自己說完這番的說話 我都無管動 我是覺得整件事很搞笑 暫時還是靈人 真是風雨同路了 讓大家聽多一個語音 這個語音就是何太今早所說的 大家都知道東張西望昨晚報道了一宗事件 這宗事件就是有一個大陸網號可能新移民 在抖音那裏拍影片 接著就採訪老宿者 接著說幫他們收了很多錢款 然後還有說竟然叫老宿者幫他直播大貨 竟然叫老宿者幫他直播大貨 然後老宿者每一件只賺1元 但他的物品利潤有50元 他分給老宿者分給1元 是幾無良心的一個事件 等我一會 基本上現在何太那些帳號 是一舉即中 現在是一舉即中 我再開給你看看 剛才說沒有我想舉報的類型 現在第二件事 多謝28元的科金 多謝250元的科金 多謝了 有科金有動力 多謝了 這次說其他違規成功 即是說你現在舉報何太那些帳號 基本上是必中 只要你肯去後台舉報的話 基本上你是百發百中 我不知他網紅生涯怎樣走下去 他可以必中到這樣 其實是幾拿命的 這幾張的舉報圖 應該就是暫時我們這邊是最快的了 等我一會 我覆覆報料 那些人 多謝這些網友一直報料 我們才一直有發生的 所以要趕快多謝下人 好 給大家聽下 那個 那這裏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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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各位 昨晚東早那一集 說那個 幫助 那個老婆婆的網紅 現在有些人 真的會做搖駕 是的 因為由於我們這個事件 我真是 心心體會到 這個市會 有些人真是很可惡的 將好人 講成壞人 特地想學人 不知道那些人 現在這些 什麼心態 就是這樣 歪曲 化那些 人生觀 那些 人性觀 都沒有了 都歪曲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如果 是被那些人 就搖那個網紅 的話 我又真是很同情 他 一個這麼善良的人 是不是 他關心 那些 那些 就是 勞宿的 毛家好雞的 那些 老年人 是不是 人家是一片 善心 善意 就被那些人造謠性 是不是 我真是 他 心痛 他 如果他真是 看這回事 就有架 在人家身上 這件事 真是 想害死人 善 但是 這件事 是 看東張西網 是東張西網 播出來的 那如果 按照他這樣說 即是說 東張西網造謠 按照他的邏輯 就是 東張西網造謠 錯 都說成對 那如果 按照他這樣說的話 他自己 那個 家庭事件 那450萬 是不是 都是一樣 你說自己是 對大錯呢 那當然 東張西網 他是有 有問了幾個部分 去等我們去判斷 他是有問了 這一個 所謂被人幫助的婆婆 那這個婆婆 就提到 他說他亂說話 他說他有 那個網紅就說 那個契女 不理婆婆 但是婆婆 就跟東張西網說 就說 是個契女 一直有叫他回家 是他自己不肯 然後婆婆 進了醫院之後 那個契女 在醫院裡一直陪著他 那就是說 那個網紅所說的 只是這一點 是不對的 那還有 你叫老宿者半夜 三更通宵直播 然後又跳又唱 唱歌跳舞 結果每個人 就是分得一元一件 哈 你這樣叫 分很多錢給人 你以為你買到多少貨 你買人家喊到口水都乾 說眼睡 我已經不是說你騙不騙錢 是你做事的方式有問題 對不對 你想一下 那些老宿者 一件貨分得一元 但是原來 根據東張西網的報導 就說你一件貨分得五十元 那你中間那個利潤差價呢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要給底薪這些老宿者 你說你口口聲聲要幫人 是不是 你賺到的 我寧願你和他一人一半 或者他佔三 你佔七 我都覺得可以 一件貨一元 你一晚上買幾件 你便賺到盡 這些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他又說東張西網怎樣怎樣 但是東張西網 就是已經報導了這樣的事件 又有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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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馬上報給大家看 現在馬上報給大家看 現在的報料是和大家同步的 那他就開了個這樣的用小號去叫人 拉他的VIP群組 他說所有人 各位親愛的韭菜寶寶 現在就開了專貴的VIP粉絲群 只是想留回真正的粉絲 多謝十八元的課金 入群請數碼交費九十八 入了VIP群之後 目前所有群 都在兩個星期內 就解散的了 我計一計數 河馬呢 他可能以為自己真是很有影響力 他現在大約五個群 五個群 基本上都爆粉絲的了 2500人 我當你2500人 我不計有沒有一樣 2500人乘以九十八元 即一個月他計條數 就二十四萬五 我當我是河馬 河馬覺得自己 就可能有一半的粉絲去光顧他 他一個月就有十二萬二千五百元人民幣 一年就有一百四十七萬人民幣 幾乎是百五萬港幣 今次發財了 可以賺到錢發大財 是不是在打這種算盤 但是現在來說 你連你的管理員都不進 喂 你們做黑粉不要太過分 你們這些管理員 潛不進我們河太的群組這麼久 之前有人已經在說 你們管理員是黑粉 我之前都不相信 但是現在你河先生河太 風雨同路那裡 竟然是沒有會員的 你們肯定是黑粉 我現在叫雲射一射 我叫人射一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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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一查他現在 有幾多會員 可以嗎 直播間 哈哈哈哈 查多一次 直播間 人體 呃 嘩 嘩 喂喂喂 有花生啊 有花生啊 有最新的花生啊 有最新的花生啊 何太 何太又 又毀滅自己多一次啊 喂 有新的花生啊 這鑊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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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新的花生啊 他那個小號被自己玩爆了啊 喂 哈哈哈哈 哈哈 有新的花生啊 我現在馬上開給大家看 即是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不 不可以只有我一個人看到啊 嘩 5點20分的啊 現在是5點27分啊 下 專櫃的用戶 何生何太風雨同路的直播內容 我們已經核實的了 存在了違規行為啊 就對這個用戶進行了封禁去處理 封禁呢 是3到7天的 即是說呢 他的這個小號呢 又再次加監 本來呢 我以為他今天應該收皮的啦 我本來今天的直播的標題呢 不是這樣的 我今天直播的標題呢 就是說 何太網紅生涯 半收皮 那結果他今天呢 又再為我們帶來歡樂啊 即是我覺得呢 是可以 即是我自己的角度啊 即是我自己的角度啊 我覺得呢 我是想給這98元去支持你的 那但是我自己的那個 抖音帳號 我是日更頻道 有個腦子在的嘛 我一進去 如果我是天志第一號粉絲的話 我很愛眼 很養眼的嘛 那我不夠膽啊 即是我不夠膽去支持你啊 你連你的 所謂的 管理員 你都不進去啊 那我這些這樣的濕狗 怎麼進去啊 是不是啊 即是我 我希望你多些人 我才進去 我不想欠了你的天志第一號粉絲啊 你明不明啊 即是我當然可以進去啊 那我當然可以進去啊 那我當然可以進去啊 那你 那我一個人進去 很寂寞的嘛 麻煩 你的管理員 啊 不要再做這些這樣的黑粉行為了 你快點進去啊 啊 不要等我們這些真粉絲 中粉呢 失望好不好啊 啊 看看先 哎呀 沒有人進去啊 沒有人進去啊 都是沒有人進去啊 哈哈 那給你們看一下 最新的狀況啦 好不好啊 那 我 問一下大家 有 你們現在猜他還有幾多個會員呢 啊 還有幾多個會員啊 剛剛 最新鮮熱辣的 你們猜一下他還有幾多個會員啊 現在留言未同步得到的 因為太多留言了 大家快點說啦 多謝250元的課金啊 有課金零四天醒神啦 多謝了啊 那大家現在馬上猜一下 何太還有幾多會員 那現在呢 是馬上叫了人去看 然後發給我的 那你猜一下他還有幾多個會員啊 啊 管理員入了群未啊 大家猜一下 管理員入了群未啊 管理員為什麼不入群啊 啊 整日想在這裏 背刺我們何太這樣 不行啊 啊 這個呢 這樣的 大家猜猜吧 啊 大家發揮想像力 猜猜猜吧 有幾多粉絲 入了去呢 啊 他這個群已經被人舉報了 哈哈哈哈 我先問問一下 我現在回一回報你那個先 那現在我開股了啊 那看看誰中啊 看看誰中啊 看看誰中啊 哈哈哈哈 我猜不到 沒有啦 他那顆花生呢 是可以大顆到這樣的咯 啦 真正開股了 那呢 他這個這樣的粉絲群呢 是沒有人的 是只有群主一個在那裡 哈哈哈哈哈哈 是只有群主一個在群咯 那跟著呢 他就有個交叉 就寫著 開通群主的專屬會員 就是說你 你沒什麼就不行啦 他這個群啊 剛剛開就被人舉報啦 你們那些啊 啊 趕快跟我入群啊 我呼籲你們入群啊 多謝100元的課金 我呼籲你的管理員趕快入群啊 多謝10元 和1600元的課金 什麼啊 我是 我是他忠實粉絲來的 我不是 我不是黑粉啊 我是他忠實粉絲來的 我日日 好關注他動向的嘛 不是興奮 其實是節目效果來的 就是這些節目效果來的 就是不要 不要看到很興奮 就是我好心痛的 就是你 你猜不到他呢 是竟然 開了個群 沒有人進去 就已經舉報了他啊 啊 何生沒有入群啊 不要說何生入不入群 何生我當他沒有給錢 沒有這些這樣的微信之父 但是你的管理員就不對不應該咯 對不對啊 多謝250元的課金啊 慶祝河馬 這樣啊 多謝100元的課金 用回之前握假想的 是呀是呀是呀 用回之前握假想的 去舉報他 即刻回報成功的 是拿命的 是啊 那你見到啦 竟然沒有人進去啊 好痛心啊 整十個管理員的嘛 是不是網上全十個八個的嘛 你們竟然沒有一個去支持我們何太 你們加起來都是一千元而已嘛 一千元都不捨得啊 黑粉不會入群啊 你明不明啊 黑粉不會入群啊 即是說你們是不是黑粉啊 即是說你們很有可能就是所謂的黑粉咯 好生氣咯 原來潛伏了在這裡這麼久 在這裡背赤我們的何太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那你看回啦 他說第一張圖啊 他說第一張圖啊 你做妹都做出來啦 大佬 98元做妹都不肯做啊 這幫人 啊 空虛寂寞群啊 我入群就變了天志第一號粉絲的了 你明不明啊 即是我不 這個這樣的榮耀 我覺得我是 承受不起的 應該要由他那些群主 去做天志第一號粉絲的 啊 何馬仔都不入啊 那看看呢 他那些對話說些什麼啊 他說啊 他說你開一個VIP群 再開一個普通群 就設置這個高的門檻 跟著呢 就可以入群了 那之後呢 再解散了現在的群 以後就得回真粉絲了 喂 這樣就糟糕了 按照他現在所說的 得回真粉絲 那現在 沒有粉絲進去啊 是不是代表沒有真粉絲啊 哈 即是我們 我們 講話要 要調轉這樣思考的嘛 他叫人入了小號的粉絲群 就不用入大號了 其實如果換了是我的話 你有幾多粉絲群你都入了他 我的目的就是要那些群組多人 但他不是的 他那個想法的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可能他有他自己的規劃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不是黑粉的來的 我是他的忠粉來的 我多謝五十塊的課金 這次是不是有請小鳳姐 是不是有請小鳳姐 連九十八元人仔 你的管理員都不肯載啊 還學什麼人支持何太啊 你有十幾二十個的話我就載 我說得出了一道 你有十幾二十個的話我一定載 無所謂的 我一定支持你 我最支持你那個啊何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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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頂不順了頂不順了 那些群組說你這麼快就打爆我 我還要玩多一會 對了大肚子呢 大肚子那些應該會加的 我猜 管理員最後都會入群的 我猜啊 我猜啊 哈哈哈哈 我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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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等我一會啊 咦等我一會啊 咦咦 這個呢 他說啦 只是留回真實粉絲 有門檻就不亂了 到時候直播間啊 設置管理員 我幫你把汗 黑粉一個不留啊 欺負我何太者 雖遠必豬啊 拿命囉 他說有免費的群 沒有人會給錢的 解散所有的抖音和微信群 真粉絲不會入VIP群 喂 如果你這樣搞完 即我 即我 我不知道有一句 我應不應該說啊 你覺得我應不應該說呢 即如果在經營角度來說的話 我就未必會這樣做 因為你想一下 你這個風險是很大的 你覺得你全部粉絲都會災群 給錢災群 你真是覺得你可以拿到一千個人的粉絲數量 你如果這樣收發的話 你原本的粉絲都會拜拜 結果呢 你公佈任何事講任何事呢 你都是沒人知道 沒人聽到 那你這個是一個邪教的群組 我覺得是邪教的群組 你是去這樣做的話 你只會是 有一堆人思想很極端 有一堆人思想很極端 去做這件事很危險 特別是他會散佈一些政治上面的資訊 他是政治上面會去做一些分化對立 明明現在是叫做已經沒有這些分化對立存在的了 但他就特意想去挑起矛盾 那好老實講 他說自己有人想收買他 有人想買起他 所謂的買起就是 要他去做一些所謂的可能反港反中的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以他的口問就是 但是 你現在 這個社會 已經沒有當時的政治問題了 但你不停不停挑起去問 其實我是懷疑你是有這樣的錢收了 分分鐘 我多謝10元的課金 你只不過是叫做所謂的唱紅打黑之旅 我認為我認為你會是這樣 你如果不是不會無緣無故懂得這樣說 肯定是有人教你有人提你的 你一個街市的司法 你會不會故意這樣說政治呢 我認為是不會的 就算是很多很多的KOL 他們有沒有說這件事 沒有說這件事的 那如果要收買的話 收買個紅過你 粉絲數量忠實過你的 煽動能力強過你的 你有沒有煽動能力 你根本就沒有煽動能力的 你這個人 對不對 想做邪教教主 魔教教主 何馬 好繼續了 我看看 現在有很多人去舉報他 現在有很多人舉報他 我看看資料先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這些是即時報料來的 這集是直播來的 大家給個like 我現在開文件 多謝23元的課金 我現在開文件 大家給個like 或者留下言 雖然未必看到 但是都叫有說到話 這一個就在這裏說 他就舉報他之前的直播 那跟著受理了 這個是人工客服來的 是受理了他之前的東西 那就是說何太是很大機會再加監 因為他是不停不停地被人舉報 是不停不停地被人舉報的話 基本上是會不停加監 他這裏雖然看不清楚 但是我讀給你聽 他說這個帳號嚴重違反 中國中央網信辦的清朗行動 利用老人家賣慘搏關注 又不擇手段去炒社會熱點 以43歲婦人家級80歲老伯 賺取金錢利益為熱點 毒流量吸粉變演利益鏈 同時這個人已經是被香港通訊局點名批評 說廟視法律是公開抵毀政府機構和社會權威人士 是佔用這個公共資源 他說香港的官媒已經發文 說是搏取流量無底線的低俗視頻 早晚娘娘堅決抵制有不良三觀 利用平台傳播不良思想 影響下一代健康成長環境 請平台永久封禁主播 之後他寫了直播時間在這裏 再接回剛才那一張圖 那就是受理了 那這一張就受理了 那我果體都叫做涼涼了 是不是 但是我最不明白 我最痛心的就是他的管理員 那些管理員98元都不願意給何太賺 好似我這些更加不敢入 對不對 就是我心痛 就是你的管理員 原來就是所謂的黑粉 好心痛 真的很心痛 鄧何太心痛 到現在為止 你看我們何太還是一個會員都沒有 那跟著呢 還要被人是這樣舉報 大家怎麼賺錢養你們的可伯伯 是不是 他本來就以為找到財路 那現在是回力鏢來的 就是你如果呢 就是我這樣看 如果他這些這樣的群組 只有十幾個人去參與 他會不會拆掉那些粉絲群呢 你覺得我認為他不會 但是如果你不拆掉那些粉絲群 跟著你又沒有什麼人去參與你這些所謂的付費群組 其實你開出來就是一個笑話 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就是你拍的影片 就是以網紅生態來說 多謝25元的課金 就是以網紅的生態來說 你如果是想那些粉絲忠實的 又或者是想要有會員的 多謝三十八元的課金 有課金就醒神了 特別興奮了 那就是說呢 你是輸出不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去給你那些粉絲 但是你現在就一直在索取 就連你的管理員都不入群 一個人一定是他自己啦 沒有其他人的啦 那你這樣去做 我自己看啦 是叫做沒有人願意追 這個情況對於何太來說 我想都幾頭癢 他以為自己很有影響力 結果呢 就是叫做給社會教訓 看看啊 沒有啊 都沒有 沒有會員啊 現在一直看都沒有新會員啊 都是零啊 成員都是零啊 到現在為止都是零啊 我給大家看看啊 零啊 還是零啊 見不見到啊 即時是零啊 5.43分 這個河馬指數 還是這樣啊 多謝五十元的課金啊 是啊 是啊 喇喇喇 有人呢 就立刻挑機啦 就問那些管理員入了未啊 我即即時報給你看 好不好 等我一會兒啊 我現在 我現在 capcap這張圖先 因為有人給了我 等我一會兒啊 有人開始挑機啦 他問他 管理員入了未啊 你等一會 等一會 現在即開 即開 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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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看這句是背刺的 管理員入了未? 這個幾多群啊? 五群啊? 五群 說他現在的群組不讓你一個人在那麼多群 五群我要問一問 我問他下面還有沒有 這個是剛剛發出的 他問管理員交費入了未? 我看管理員一定沒有 我問一下 有沒有下文? 還有沒有下文? 我想看下面 直播給網友看 是啊 我現在叫人 結果又有人舉報 又成功了 今次的舉報 嘩 他現在舉報又 又已經重點監控 又有新東西 給你們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這一張 這張呢? 就是舉報到他重點監控 找找 那個圖片去哪裏呢? 啊這裏這裏 舉報中了 重點監控 那個理由是什麼呢? 那個舉報理由 就是青少年 寵粉送禮 遊戲 詐騙 受理完成 已經重點監控 現在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過機械人大戰 機械人大戰呢 有一種招式 就叫必中的 現在呢 那些網友 就好像 叫做 用了這個 必中 那樣的 用了必中 那樣的 你無論是舉什麼 都會中的 有最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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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消息呢 就是何太 又被人 加監 加7日了 你看 今次呢 就說他 是禁止使用私訊7日 大號 是啊 剛剛 剛剛下午的事 生效時間 就下午2點半 就有人舉報他 就要搞這些事情 他是叫做 不停呢 是把自己推落火坑的 我 說真的 說真的 他這一種這樣的人呢 或者是這樣的 性格 這樣思維的人呢 很少見 還有呢 他是奸的 就是你當他是奸 或者是怎樣 就是又 可以蠢到這樣的 是完全不懂審時度勢的 以他的格局 以他的認知 他以為自己是 所謂的 中上層 甚至上層人士 一萬億 四百五十億 之類的廢話 他以為是 那一類人士 他收不住自己的風磨 然後有熱度 他飄 跟著 所有的部署 都是亂禁部署 而這樣的亂禁部署 是一步一步 將他自己 推落火坑 以這個事件來講 以這個事件來講 他的這個這樣的 黑衣群 蓋幫幫主群 是絕對會令到 那些人 重新燃起了 對他的反感 然後不停舉報他 你看到 剛剛我所收到的資料 那個舉報的數量 是多少 這些是叫做我 我現在直播的時候 收到的資訊 還沒計算 沒有報料給我 那些人 那你想想 如果沒有報料給我的人 他收到的資訊 會是什麼 你會是多麼恐怖 是不是 他現在基本上 是百發百中 還有新的話題題 我現在馬上投票 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馬上投票 叫叫阿蛤馬開VIP 那個其實都很棒 現在好像叫做好幫他,但是現在是一刀捅死他了,好正了 現在給大家看一看,等我一會兒放大一點,怕你們看不到 千語BB說是中實粉絲,欠98元實屬,無奈怪自己不配,群主說不勉強,自願為止 管理員說讓他解散所有群,就會進去何太群組 為何你現在不進去?你欠少許而已,欠98元開飯嗎? 你不是欠98元開飯嗎?為何你不進群幫何太主持大局? 你不進群,你不炒略他的氣氛,何太一個人哪行? 何太有很多事要做,還要照顧好伯伯,還要照顧你們好伯伯 你應該先進群,欠少許時間嗎?省兩個星期嗎? 你兩個星期的錢都省,即是你不夠撐何太 會不會你解散了何太的群,然後你自己不進去? 背刺我們何太?多謝百元的課金 今集我猜不到他仍然還可以這麼厲害 我老實說,今集我本來打算分析何太的某紅生涯還可以走多久 結果去到現在我們一直說廢話 一直看著他在自己玩自己 是好像跳火圈給我們看的 河馬跳火圈 然後你看他,現在違規了 7天 群主大號早封,小號下午都封 現在只能夠委任他出來通知 等解散了他再進入,可以不用不用錢當然體現免費 省那98元,你半個月98元除以50元都沒有 省來幹什麼?支持何太無家嗎? 你這樣的話,你是做到何太的數據差了 還有,你現在大號小號你禁我營的 禁我營出不了聲 我進來的群組talk? 我進來,何華齋 KOL全家統? 全部進去你 我們分享一下今晚說何太什麼 不要這麼無聊 你何太你又不出聲 入群就是想看你表演 想看你說你的偉論 現在你進去,你又自己出不了聲 你又叫人入群 我進來幹什麼? 我自己開個群 我自己整班人在那裡聊都行 不用進來的群 還要給你8元 多謝8元的課金 何太是不是打錯算盤? 叫他開群的那個人 我覺得是會不會是叫做陰了他呢? 因為他現在最有影響力就是那些粉絲群 現在他仍然還有聲量就是那些粉絲群 他就在那些粉絲群裡面胡說八道 大家就可以有新聞說 有新聞出了 他如果那些粉絲群沒有了的話 我告訴你 他的流量死硬的 沒有太多人願意98元進去 除了KOL 但KOL進去難道我 我用日更頻道的群道 那個帳號跟你說 為何太給花生來呢? 這樣跟你說嗎? 我看他也不濕我 然後他說你真是黑粉 我要踢你出群 你給我爛出群 這樣說吧 不對啊 哈哈哈哈 我們說太大聲嗎? 不是那個麥克風可能較大聲了 那個麥克風可能較大聲了 不是因為外面是叫做工程 有做工程 你不大聲一點 會被工程聲 蓋過了我的聲音 對了 好繼續啊 其實真的叫他開群那個是在玩的 有人問 學生有沒有優惠月費啊? 他說沒有 98元一個月 香港怎麼交費 何太成立VIP 會不會考慮和大家見面呢? 又或者有其他聯誼的活動呢? 那他當然是沒有啦 是沒有的 好等我一陣 等我一陣 等我一陣 那我看回我另一個朋友說 他就說 如果你給了錢入了群 其實只是入群 何太仍然是可以踢你的 那就是說 你入完群 你可以享受到一種待遇 就是給錢入群然後被人踢 明白我的意思啊 何太可能會繼續踢你的 何太可能會繼續踢你的 覆覆的報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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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入了群可以踢你的 你不要以為入了群不能踢你的 即是說就算我入群都好 我現在馬上入了群 他見到你們 他不喜歡的人是可以即時踢你走的 即是對於你的粉絲沒有保障 你肯給錢的人不是黑粉 如果是黑粉肯給錢進去 這些是否你的老闆 如果是你的老闆的話 你是不是要尊重他 如果他又是問你一句 何太去左邊 跟著你又踢鬼了人出群的話 你這一種人是叫做什麼 是叫做只懂得黑錢 你又不懂得服務人 你不懂得服務人 就好像林作之前所說 你只是想收錢又不服務人 當然別人又說別人沒有信用 那到底誰真的沒有信用呢 最新的資訊 何太的粉絲群仍然是靈人 你們為何不支持何太 為何太父湯道火 結果現在怎樣呢 分分鐘你入到群是貼錢買難受的 是沒得回水的 如果你是入群的 你是吃花生的 我只是會建議你 是逐個月逐個月地買 不要一次比一年或者幾個月 因為他這個人 是隨時可以踢你走的 你是沒有仇報的 隨時踢你走 沒有仇報的話 你一給了這麼久的錢 其實你是送錢給他使用 我不建議 你要做一些聰明一點的做法 他現在是賞錢賞到封了 人家說教他開 他就說沒有時間 遲些先 他的遲些就是三分鐘之後 煮個杯麵都沒有的時間 他就立刻開了個付費的粉絲群 這些人厲害的 你沒有時間 但是有錢 我立刻什麼都得 不負湯到火再錯不遲 開完之後 就因為你這個群 就不停不停被人舉報 就是 我從來沒試過這麼佩服一個人 是可以這麼完美地 是去省自己的 是呀 就是你每一件事 都是可以做到剛剛好 令到自己一步一步 是叫做 越來越來越 就是條路越來越窄的 現在是沒有人的 剛才看了也是沒有人的 你們那些管理員 麻煩你快點入群 整天想省過少少 現在何太啊 數據不美啊 肉酸啊 被人見到更得了的 對不對 你們是要做你們應該做的事 關鍵的時候 你就要叫做幫何太 對不對 這裏說 開了VIP群 只是留回真粉絲 他自己說的 這一句是他自己說的 你看 風雨同路 多謝18元的課金 風雨同路 各位親愛的粉絲爸爸 現在開了VIP粉絲群 只是想留下真粉絲 交費98元 如果我交了錢 我是不是真粉絲 如果我交了錢 你踢我的話 那就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我交了錢 他會不會踢我呢 98元 你說進去吃花生的 吃一個月的 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我一進去 你又踢了我的話 我一定會舉報你 你親手把我 變成 變成 所謂的 黑粉寶寶 對不對 好心痛 好心痛 開群有什麼看 他都禁了 你開 他的群組 開了進去做什麼 你現在進去群組 沒用的 他自己又不在群 他自己又說不到話 你進去做什麼 他大群 他大號 封七日 禁言禁七日 好像禁言禁七日 你當他三日 你現在進去都說不到話 那就是說 他現在的操作方式 大號說不到話 小號 你要他自己說話 他好像又禁了 大號小號都說不到話 你可以怎樣 你進去是想跟他交流 你是想吃花生的 但是他又不給花生你吃 左攪又攪 其實得過吉 對不對 還說風雨同路 這次真的是風雨同路 你改過名字 都改了風雨同路 明明 明明沒什麼事 你改 你改 何生何體 齊齊發達不好嗎 你硬是要改風雨同路 即是說你們在捱緊 你改名都改過好少少 經常自己就自己 你現在這次真的是風雨同路 你開過這樣的一群 就被人不停地搞 我再看多次 何馬實時數據 何馬指數開盤 是開到多少呢 那昨天這次要改喇 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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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的 都改善 八萬元 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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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都沒人載也不是的 多謝送出五個會籍 那其實如果是免費的 我一定載98元 98元進去吃花生 或者是跟他交流的 吃花生來講吃一個月都可以的 但他現在他自己又出不了聲 進群人做什麼 他自己的管理員都說不進 要等群組解散了才進 如果那些群組不解散的話 那些管理員不用進 你現在誰買誰是韭菜 哈哈哈哈 是啊 現在似的管理員發瘋 河馬生活指數 精神支持他不住 入群有湯包送有禮物送 入群!河馬就給你一個菲吻 你要不要 河馬就錄一個菲吻給你 我就不要了 又對我 給了錢沒人跟你說話 進來幹什麼 那當然啦 你很簡單 大號小號都封了言禁了言 他自己說話都要找傳話機 傳聲筒 那你進去群組幹什麼 你進去群組 我自己宣傳我自己youtube的影片 我宣傳我的直播 你沒有理由去做這些 這麼蠢的事 他開群組 這一步早了 為什麼我說早了呢 他高估了自己 別人跟你說完 你立刻做 你這樣立刻做 其實你是沒有會員進去 98元很高的了 是真的很高的 你youtube你是很美女的那些 那跟著人們會去拍一些 會員的專屬影片 性感的影片 性感的相片 鋪出來 等人進去 那但是你阿何太 有什麼可以給到人呢 難道他又拍一些性感的影片 拍一些很性感的相片嗎 他拍完你敢不敢看啊 大哥 精神污染嗎 不要玩啊 以他現在這樣的情況 是再進一步推死自己 是真的再進一步推死自己 現在7月1號 你還可以怎樣 你的直播停了這麼多天了 如果你解散了所有粉絲群 你是連那些 那些少許可以給KOL 報道的熱度都沒有了 你沒有人捨得給錢的 是不是 只有大陸網友給錢 就算我抖音 我要給錢 我要連我把銀行卡下去 然後是做一些很麻煩的步驟 我分分鐘都未必入到群 如果你抖音那裏是能夠支付寶 又或者微信給錢的 那就方便 但不是的嘛 要你連銀行卡 你左加右加我 我又進不了去買什麼 做不到什麼 你又沒有我想要的東西給我看 我入群幹什麼呢 你可能會賺到少少錢 幾百元 幾十元 當你賺到幾千元 好嗎 有沒有持續性 進來整個月 你就在這裡說黑粉黑粉黑粉 我要踢群我要踢人 你真是爛 最應該爛出群的是你 人家大家進來 你不要管他黑粉中粉 你可以跟他們聊天 他不是罵你就可以了 他罵你就踢了 他沒有罵你 有些人問你關心你 你就說人家黑粉 你已經是去到一個草木皆兵的狀況 問你去了哪裏 你媽問你去哪裏 你會不會踢他出家 可白問你去哪裏 你會不會一腳踢他出門口 你自己也不會 但你的粉絲問你一句 你又踢人家走 你如果反過來 你媽去關心你 你都不會做這種事 這裏他已經是 思想上各方面 是有很大的壓力存在的 多謝25元的課金 有課金特別醒神 今集都非常好 沒有黃標度 非常之好 這個群名叫風雨同路網上正 給錢給獨河馬洗 不用旨意了 可以狂吵他 他沒得搏嘴 你現在狂吵他 他沒得搏嘴 但他可以踢你出群 你明白嗎 你沒意思的 你給98元去罵他 你給98元去罵他 不如他直播的時候 我們轉播你在我這邊罵他算了 你在這裏給我拆下留言 他又說你誰罵他 他和你封他 我告訴你 到時你直播間的人數 會急劇下跌 會跌得很厲害 你這樣做 基本上 我覺得 何馬沒得玩 現在這樣玩 對不對 是很蠢的 是叫做 又貪心又蠢 你現在去做這樣的事件 你竟然連一條韭菜都割不到 是幾肉酸的事 是一條韭菜都割不到 那我問 你連追這些這樣的忠實粉絲的群給98元 你都沒人願意去追 你還說你去賣東西帶貨 你這裏已經告訴你 他賣東西帶貨 那個情況會是怎樣 他直播五個小時後好 十個小時都好 可能都會和現在一樣 沒有人買 我也是那句 管理員這麼撐何太 你們這裏管理員 一定要馬上馬上買東西 何太放多少 你給我秒殺他 何太的會員 麻煩你們加入他 等你們去做何太的忠實後盾 堅實後盾 等何太無後顧之憂 但不是 你們不肯災 到現在都仍然未肯災 我再看多次 不要說我屈你們 已經幾個小時了 仍然都是零 你那班人只把口子支持我們何太 這樣不行 好又有新了報 等我一會兒 我正想要找到 他應該是有看直播的 他現在可能有看直播的 我剛剛記不記得我剛剛說什麼 多謝158元的課金 多謝了 我現在找一張圖先,他應該有看我們直播,因為我剛才說,喂!阿浩馬,如果我入了群,你踢我那怎麼辦? 跟著他說,如果黑粉都入了群,我給錢入了群,會不會被不認為黑粉被踢,很無辜,我歡迎新委員 他說,現在都可以入群,這個是未入群的管理員 跟著這位管理員就說,不會踢人,因為直播的時候會有直播管理員踢黑粉,不過好像是下一句就說會踢人 我現在問問了先,他說他自己不會踢人,但是好像轉過頭又說會踢人,不會踢,你覺得他會不會踢? 大家覺得他會不會踢?我覺得他會踢,遲早給他點名,但我又沒有說他什麼,對不對? 我現在教他路,我想給錢入他群的,如果我給錢入他群,我仍然被你罵的話,我立即變黑粉,全網最支持你的是我們 七一送大禮,何太七一真是送大禮,會不會踢呢? 我現在等著網友報料給我們,看看他有沒有下面的說法 大家覺得他會不會踢呢?以何太太的心胸會不會踢呢? 我現在看看 看看他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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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開,大家給點內心 哦,就是那句 哦,就是那句 哦,其實那個粉 那個網友跟我說不會踢,但是直播的時候,直播管理員會踢黑粉, 如果你識別到,那個直播的時候是叫做黑粉, 但原來他給了錢入群,你踢不踢呢? 其實都是踢啦,怎會不踢啊? 開其他的給你看看,我正在save這圖片,等我一會, 你刷入播你覺得河馬到底開這些粉絲群還會不會踢人啊? 大家自己講講,我覺得他會咯! 這個河馬的三群來的,VIP有什麼福利啊? 如果黑粉願意交98元就一樣,98元一個月, 跟著說小心祝你出群啊! 神經病本身VIP你給了錢入的就是群主和平台的口袋, 天天就騙人,可能何太對抖音不太熟悉, 跟著繼續啦,第二章! 這張就說入群收費? 什麼群?這麼厲害啊! 跟著他說,雖然我不是黑粉,但問題我不入群, 都會支持河太,管理員就說多謝, 雖然他現在不能出來聊天,但他會看到群的信息, 還說威脅河太的人在報警, 他說已經報了,但沒有效果,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那些人就問了,VIP有什麼福利啊? 但是VIP的福利好像都答不到, 如果河太齊了群,河太跳科目三的話,我立即再一連, 我說,河太跳科目三的話,我再一連, 那當然啦,你這條麻煩給我獨家,我再你一連! 他說,反正這個抖音的影片,有空沒時間的時候就去查一下, 看下其他,叫我給錢,肯定沒有可能啦, 那些粉絲流失了,現在河太的粉絲大流失了, 他說,是咯,為什麼要給錢? 入過那麼多的抖音群,第一次在這裏聽到要交費啊, 每個月98元,一連1176元啊! 這兩個肯定是黑粉啦,如果是這樣, 你質疑河太的決定哪行的? 對不對?河太是到你們質疑的嗎? 跟著他就說,不勉強,以自願為主, 黑粉太多了,但凡和群主有關的人都被人妄捕, 因為現在群主的生命已經受到威脅了, 其實很多人都叫做不捨得給錢入群咯! 好,繼續啦,還有的! 還有的啊! 一直有報料的啊! 那大家等等啊! 精不精彩啊! 河太今天簡直就是給我們一齣好戲! 給我去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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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河太已經禁了私訊的了, 多謝50元的科加碼說給我們好過, 多謝你們支持啊! 多謝你們支持啊! 我找回聲! 因為他的圖片其實很多的, 是否有個網紅經紀就說要簽何太啊? 跟著他在說, 有個人在說, 他說他覺得你這句話冒犯我不禮貌, 這位管理員就說, 我一早就發了他被人封的圖片啊! 你還在刁難我, 我不敢回答你, 應該怎麼回答你呢? 這些呢! 黑粉管理員啊! 你不是第一個進去支持河太的, 在這樣跟河太的粉絲說話, 你有什麼資格跟河太的粉絲這樣說話啊? 啊! 這麼囂張的嗎? 你要保護好河太的粉絲嘛! 你們現在全部sales來的, 你明不明啊! 你要sale這些人入群的嘛! 你創造一個和諧的氣氛的嘛! 你連和諧的氣氛你都創造不到! 那跟著呢, 你又在這裏夾河太的潛在客戶啊! 啊! 你哄一下他不行的嗎? 你哄一下他, 說不定他就肯給錢的嘛! 你又不幫他sale, 你自己又不入群, 啊! 現在在這裏串河太的粉絲, 即是什麼意思呢? 接著有這位, 這位仁興呢, 就說河太是不是真的簽啦! 跟著他說, 如果, 你說我沒有發圖片, 你看不到你就可以怪我明明我發了, 你就在那刁難我, 跟著就會踢他的啦! 我相信! 哈哈! 好!繼續啦! 跟著這裏, 就說好恐怖啊! 搞死人啊! 群主這樣做無奈啊! 跟著這位仁興呢, 就說河太不是經常被人處罰嗎? 每次都是處罰完之後出來啦! 不用這樣做啊! 跟著這位仁興就說, 這樣怎樣帶貨啊? 而且, 所有跟河太有關的人員都被人妄報啊! 河太怎算啊? 快點簽公司能不能夠改變現狀啊? 這位仁興還說, 他跟管理員跟這個網友說, 你有本事就叫河太出來說, 他就說, 覺得你這句冒犯我不禮貌, 請向我們道歉, 你作為他的管理員, 你請河太出來是你的職責, 不是我們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本事, 請你搞清楚, 如果你覺得成為河太的管理員是很難負荷的, 你可以不用協助他, 大家在這裏應該以禮相待, 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講得也對, 以禮相待嘛, 不是管理員可以隨意踢人的, 要搞清楚原因的嘛, 很多事情都不清楚的, 然後他說, 開VIP罵人又怎麽搞啊, 那河太的性格當然是踢啦, 踢出群嘛, 不是啊, 爛出群啦, 給了錢你都一樣要照爛啦, 不對啊, 跟著這位仁興說, 首先呢, 是不能夠100%避免的, 但是就過濾了90%以上的黑粉, 那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香港的KOL集體進去支持河太, 我覺得應該會好搞笑的, 跟著呢, 個個在裏可能罵他呀, 講他呀, 他沒有他扶的, 我認為他是會踢人咯, 他知道你是KOL一定會踢你咯, 以他的性格對不對? 跟著這位仁興呢, 其實講得幾忠衡啊, 黃老頭, 他說你有沒有分析分析河太的路線啊, 怕出錯啊, 咳咳, 跟著他的這位粉絲呢, 就在這裏講啦, 我需要正面解釋, 為何要進行收費啊, 以前河太說不收費, 你請他出來, 不要代他講話, 來到這個時候, 河太是無得出聲是不講話的, 每個月九十八元是很貴的, 我這邊都是十五元一個月的, 他呀九十八元我覺得是拿命咯, 你自己又不出聲, 你的直播播兩分鐘就下播落中, 然後他的群組呢, 就不停不停的, 是令到他自己出不了聲啊, 咳咳之類的東西啦, 那基本上我認為, 我認為他是, 沒得怎麼玩咯, 玩不長咯, 以我自己的角度來講, 基本上, 他這樣做, 是會連原本的忠實粉絲都不載, 你知不知大陸的人工幾千一個月啦, 大陸的人工可能是三五千一個月的, 三千幾元一個月的, 你收人九十八元, 你有沒有想過你的粉絲負貨不起的, 九十八元夠他們吃兩三日的啦, 你口口聲聲說, 要篩走黑粉, 你收一個這麼貴的數, 我歡迎新會員, 你收一個這麼貴的數, 如果你說收十元的, 我相信你說, 想篩選黑粉, 但是如果, 你是叫做好像現在這樣, 你是收九十八元, 但是在大陸的人工是三千幾元的, 人家每日的生活費可能就是一百元的, 就給了一日生活費你啊, 你這樣收的嗎? 還說到這麼大條道理, 你自己是想拿錢, 你不是想拿錢你不用開啦, 有什麼黑粉啊被你踢鬼了, 你踢人踢得這麼密, 又潛入去的黑粉群, 又在那裡對比, 結果呢, 一開個群出來現在有沒有人災啊? 人家不肯在錢包拿錢出來支持你, 已經是一個最好的證據啦, 對不對啊? 整天在想想想想想想, 想到人都傻了, 好,繼續啦, 哦,有人說他騙人啊, 哈哈, 看看啊,看看啊, 還有一張的對話, 等一會, 你不是比黑衣啊, 你是不熟, 你是根本沒有理過別人的感受, 你只是想自己的袋子有錢啊, 你明白嗎? 我想大家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吧, 這裏說, VIP群是進群主口袋, 那有人呢, 就說他騙人啊, 說他開些群是騙人啊, 那其實我都, 我不可以說他騙人, 但是我只不過呢, 就是你給了錢, 你拿不到想要的服務, 就是說, 你進去這些粉絲群, 如果你是給錢進去的話呢, 他那個部署和各方面的策略是非常之蠢的, 是愚蠢的, 就是我, 我不明白, 就是他, 我見他做事呢, 他沒有好好地用個腦去想的, 你突然之間好跳濟的說, 我要剷掉所有粉絲群兩個禮拜來, 然後要你們進去我這個付費的群, 沒有人進去呢? 你如果是沒有人進去, 你的群只有那些管理員十幾個, 你整個群都是管理員自己聊天, 沒有其他人了, 那些群不活躍了, 那你怎樣去維持你的熱度呢? 你現在維持熱度呢? 其實就等於, 是叫做, 叫做透過你那些粉絲群, 去講你的話, 等人傳播出去, 散播出去, CAP你的話,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所謂的, 流量有熱度咯, 但你現在封這條路, 那我自己看是一個好愚蠢的選擇咯。 那直播就看完咯, 大家覺得咯, 他這樣來玩法, 其實可以行到幾耐呢? 是否在玩自己呢? 下面留言咯, 我們下集再見咯, 拜拜!